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22年先生退休后将美术馆传誼弟子《语言文理》 文理先生接任馆长后将继续秉承朴仁炫先生的理念 持之以恒地为亚洲各国艺术家提供艺术驻留 长期的在地创作和艺术展览的Residence项目 作为一个国际专业化的艺术项目 美术馆将持续推动亚洲轴心计划的开展 项目的目的在于打造一个开放的艺术空间 将全北地区和亚洲各国的现代艺术现场 从时间和空间层面进行一个深度链接 这种通过现场氛围所传达的感动才是艺术生命的源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